中雲跟扇尾漁港 你認為他們的轉型策略 到底是什麼 去年市長選舉 當時還是市長候選人的陳其邁 第一題就質問韓國瑜 有關中雲和扇尾漁港的議題 韓國瑜當時回答得不盡理想 但現在夜宿零圓 一夜之後再來到漁港邊 和當地民眾吃早餐 也一起聽簡報 我們明年鄉親 扇尾漁港各位好朋友 大家早安 韓國 好 接地氣和民眾一起享用 海味十足的海產粥 韓國瑜邊吃邊點頭說好吃 和民眾互動超熱絡 但一聽其簡報 立刻放下碗筷 反起嚴肅表情 對中雲扇尾漁港的轉型規劃 仔細認真聽 跟穴子一點關係都沒有 就是我正好來林園夜宿 看一下環境保護 了解一下空氣污染的情況 跟這裡的民眾座談 那本來就安排 這個扇尾跟中雲漁港 這跟那個辯論那個穴子 真的一點關係都沒有 對扇尾漁港轉型 也希望能發展成觀光景點 韓國瑜穿上雨鞋 走到港邊視察風帆訓練 奧運的項目有風帆 所以說變風帆訓練 這個有風帆 奧運選擇 白色風帆上 還特地秀出一段 對市長祝福的話 希望市長一帆風順 小小巧思 很貼心 你有看到風帆上面的字嗎 我看到了 對 好 謝謝 謝謝 韓國瑜二度夜宿零元貼近基層 傾盯民眾心聲 雖然累 但不含苦 甚至還能幽默自己一下 調整心情 繼續為市政打拼 準備了那個西班農 跟那個護法有沒有用 他也用不到 我也用不到 記者黃遜 梁家文 SNG小組 高雄報導 confidential 外